佛说人活在这个世间 不去侵犯他人的妇女 心恋不歪斜 如此可以得五种善报 一则第一 不会省失金钱 二则 不会 害怕陷官 三则 不会 惧怕他人 四则得生天上 其天上育女为妻 第五 从天上来 从天上下生人间的时候 出生为品性端正的妇女 现在 见到有些妇女 五官端正 荣之娇美的 现在见到有些 有一些人 端正 美好的 容貌 都是他在宿世里面 不侵犯他人妇女 所积的善恶 所得的福报 人都在这个世间 放荡邪影 轻唤 他人的妻女 如此 将遭受五种恶报 第一 家庭不能 和睦 经常的 损失钱财 第二 为自己 宪福的官吏 常受 鞭杖 行华 第三 自我欺骗 自身 常惧怕别人 第四 死后呢 会堕到 泰山地义 受罚 受惩罚 身体常抱着 赤虹的铁字 这是清患他人妇女 的人 所应得到的灾祸 如此行华 要经过 数千万岁 就是要经过 数千万年 等到刑期完毕以后 才停止 第五 从地义惩罚之后 往生出生道中 陀生到出生道中的鸡腐 鸟鸭等群类 行淫草之事呢 不避讳母子关系 就是 这些 鸡啦 野鸭啦 鸟啦 他们在行淫荡之事的时候呢 是不避讳 不避讳母子的 也没有节制 也没有节制 那么 马之道礼节 马尔之礼 燕子会守真 燕儿呢 他们 公燕跟母燕本身呢 这个 会守住礼 跟守住这个节操 所以这马尔之礼 燕儿守真 他们都守信跟知道节制 但是鸡腐的 鸡跟野鸭的这种盈利行为 却不知道 节制满足 这个都是历世以来 所造的淫荡的罪业 侵犯他人的妇女 所以才 受身为 击辅之身的报应 并且呢 常被人 烹煮吞食 如是 常受痛苦 实在 燃以 严禁